一壘上有李安可 蘇智杰第四次的打擊機會 捷克球往空中打 在左半邊遭到鎖定比賽結束 丑文傑抓到了九局下半的第三個出局數 讓師隊的最後板公室留下了一個殘壘 沒有得分 6比1的比數 忠信拿下最近的四連勝 這也是恰總在執掌兵符之後 所拿到的第一場勝利 是 選手也打得很好也許 那就慢慢的再去看狀況 或許有些戰略或許有些沒有 我覺得這些都還是要繼續再慢慢看這樣 慢慢觀察 當總要人第一勝 當然我覺得 這些都是大家一起努力上 那 我會珍惜好要珍惜這位勝利 這個職位不會有放鬆的時候 所以 我覺得 還是要繼續 去戰爭盡盡盡的 用盡盡的心 繼續努力這樣 我 當然很開心啦 包括 加美今天打得真的非常好 那 包括 鄭宋恩啦 然後其他幾位選手 其實他們都有在 呃 該上壘的時候 然後情況上散壘 然後 也該像師騎也把 在第三個打擊處 也把 呃 勝利打點 勝利打點 所以我覺得 這是 這是大家非常努力的 其實一勝 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然後剛好 威城拉給我 他給我 恭喜 有一點 驚訝 那也 非常感謝他們 呃 還是需要 站在年輕的 因為畢竟 這只是 呃 我們邁向 308的其中一勝利 那 嗯 希望大家 繼續保持下去 然後繼續努力 往目標前進 我想 第一次當總教練 最難的事情 今天 一整天下來 最難的事情 最難的事情 嗯 這 也不用說啦 因為 太多 太多事情 那我覺得每一項 從 開始到現在 都很難 我覺得沒有 我想接下來 還有很多難關要過 那就 呃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今天 賽前 那跟 大家幾何就 在那邊怒喊 希望大家也 一起拿下 三點八這樣 然後就 上面 這樣 然後就 大家也在那邊笑 不知道 就 先 講說要 尊重 球員 尊重 尊重 球迷尊重 教練 啊 把自己 身為職業 球員的 那個 資質 拿出來 然後就說 我們一起 大家一起 再 拿下 一起的榮耀 一起拿下 三點八 這樣 然後 這樣 絕對 絕對是會不一樣 絕對是會不一樣 這幫打到了中 左半邊 兩位外手中間的空檔 這代表 二雷上的江貴雲 繞過三壘要準備 果然得分 再來一局上半 展紫賢 安打健攻 中英兄弟 一名領先 如果我下去 開季在二軍 做調整的時候 對台電就 那一 就那一支 啊我 六局上半 因為那時候 在調整動作 跟 恰哥 還有二軍 招臉 身敗 我就說 好久沒有打 反方向全力打 這一支感覺很 好特別 然後才知道那個 發力的感覺啊 因為 去年 可能到手 就會覺得 比較沒力還是怎樣都 趕不出棒子 他 打球動作上也比較 比較 倉促這樣 今天 做一些調整之後 就是比較 沒有把那個 多餘的動作 在 廠商那邊 就還有 發現那種 多餘的揮擊 動作這樣 這好也就 有一種 額外的 興奮 因為以前跟 就是 翹哥也在當球員的時候 下場打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 很 很 很 就很 嘖 欸 就是 很像有回想到 以前的那種 一起在場上打的那種感覺 我